朋友给我来了一袋5公斤的栗子 我今天想办法把栗子都给包了 然后将来可以做栗子鸡吃 试试看吧 我在网上查了几个方法 一起慢慢试 大家一起尝试 我先试一试我感觉上面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拿个刀 把栗子的屁股 切下来就好了 其实还挺难切的哦 这样稍微切大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准备一锅水 往水里面倒一点盐 然后把它烧开 之后再把这个 哎呦呦呦呦 再把这个切好的这个绑栗扔进去 我先试一下这个办法哦 这个绑栗的水 绑栗的水彻底烧开之后 我们就把绑栗放进去 倒进去 然后就这样 盖上盖 放在边上 等它凉 试试看 会是什么个效果 我刚刚呢 已经弄了一些 就是这个也是烧开的水 然后 把这个板栗的这个位置 弄给一个十字花 然后试试看到底好不好 是因为这个水还烫熟的 刚才是说让我们把板栗的那个 等那个水不烫熟的时候再试 试一下哈 这个方法我估计会 会比较难剥 哇 这个板栗皮我当时都没割开 哇 这个不行 好 我们下一次再拿过 让它泡一会儿 我刚才心急弄了几个板栗 结果 哎 这板栗不觉得自己在剥板栗 觉得自己在削板栗 你看 来 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咱们捞一个板栗出来 然后 看上去 但这个板栗壳是很好剥了 问题是 哇 天 这个 板栗皮还是粘在上面的 所以这个 我给你们削一个板栗看 削死我了 这样 慢慢削下来可以 哎呀 真的是超累的 还好我们家板栗打个 今天包板栗已经是 完全变成了 削板栗 的状态 从这走走看 我这尖尖上面 看怎么剥下 没有啊 这板栗实在是太强壮了 太健壮了 这个肉肉 把这个皮撑得紧紧的 完全是弄不下来 哎 今天已经逃脱不了削板栗的命运了 我还特别贪心 泡了一大锅的板栗 OK 今天就慢慢包啊 慢慢削吧 嘿嘿 看 削板栗 我这搞了半天 哎呀就削这么几粒 还有几粒放到粥里面去了 所以本小姐决定烤板栗吃 就把这些 啊 泡过的板栗 放在这个烤盘上 烤板栗吃 这样 给它捞出来 烤板栗吃 我实在是 哎呦受不了了 快要被这些可怜的大板栗累死了 不是可怜的大板栗 我觉得是可怜的我 烤吧烤吧 烤吧 烤吧 这些我都放在烤箱去 把板栗烤好了 就有烤板栗吃了 等一下看一下这个烤板栗状态是怎样的 好 给它放到单盆烤 然后温度的话调到几度 170度 定个10 好 先烤个45分钟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就是说这个板栗屁股切掉之后 泡一泡它就能剥出皮来 但是对我而言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你看 我全是削的 拿回这个美丽的小刀 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削出来的板栗一点都不漂亮哦 你看这样削出来一刀一刀的 这一次剥板栗失败 但是我再看了一下 说是这个板栗可能是太太新鲜了 所以要 我就把它清洁了一下 然后放在那个烘干的 稍微烘干一天 然后明天我们再试试 今天这个就先到这了 看我的烤板栗已经出来了 大家看 哎呦好香哦 拨拨看到底好不好拨 嗯 哎 给大家分享一下 哎 这个削了屁股的板栗烤完之后 一点都不好拨 所以呢 啊 这个 这一次的板栗之战已经完全告终了 但是 凑合凑合把它啃掉吧 嗯 好 OK 嗯 嗯 今天还是超级丰盛的 今天还有好多好吃的 我今天有很好吃的芒果 嗯 还有各种水果 嗯 OK 好 嗯 看这个就是我煮的板栗 哈哈哈 板栗红枣黑米粥 嗯 然后奶酪 嗯 黑面包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啦 这个是 比那个 比鲁德呢 芒果 空运过来的 炒